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种人 他们自幼都有一种超能力 比如有人力大无穷 有人跑起来快如闪电 但是这些技能却并没有变成他们的优势 反而他们会遭到正常人的歧视 这些人的能力都登记在侧 每天都被国家严密监视 你要滥用能力就会被抓住甚至杀掉 而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极其异能者暴动事件 政府加大了对他们的监管力度 男主小白就是一位异能者 他拥有控制电的能力 但他和其他异能者一样没有稳定的工作 每天只能去市场找些灵活养家猴口 他被政府定义为二阶空电师 但实际上小白则是隐藏了自己的实力 只是他为了安稳的日子不想暴露自己 第一天 小白一早跟着好友大力 以及其他异能者一起在街上等着接活 大力的能力顾名思义 他自幼就力大无穷 这时来了一位黑人胖子招工 大家都去争抢这份工作 在表现了一下超能力之后 小白和大力被胖子选中带到家中 他们来到胖子的别墅帮他干活 大力负责搬一些重物 小白则在屋里组装电路 一天干下来 等到正要发工资的时候 胖子却突然变了挂 少给他们一半的工资 小白生气地找他对质 可是胖子却理直气壮地教训他 为了防止事情恶化 大力在这里劝助小白 可是临走前 胖子还在屋里辱骂小白 小白一怒之下 直接砸坏了胖子的车玻璃 这一幕被天空中的机械监控给拍到了 监控立即锁定两人行踪 并且派出机械战警前去执法 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很快开着警车的小强和大强上来问话 他们询问 是谁砸了车玻璃 小白就跟他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 但是大强不听解释 就是要拘捕小白 两人便扭打在了一起 看着兄弟被欺负 大力不能袖手旁观 于是他直接把大强给扔飞了出去 可是下一秒 大力就被机械战警锁定为危险目标 直接被机器人开枪射杀 小白也是愤怒加悲痛 终于彻底爆发 在一声怒吼之后 小白释放超强的电场 一瞬间 方圆一公里全部停电 空中的监控坠毁 机器人瞬间变成废铁 电影的最后 小白没有杀死另外一名警察小强 而是瞪了他一眼 然后匆忙地离开了这里 为观众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悬念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感谢观众留下了一个小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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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强